曾经在槟城掌权39年的民政党 想要在州选举中 延续过去大选绿潮的气势 一举夺回江山 民政党老大刘华才指出 他们这一次决定以事实说话 希望能够以真诚打动选民 他更透露 民政党近期将会公布 宾州发展大蓝图 旨在改善 宾州所有的民生问题 1968年3月24号 大马民政运动党正式成立 来到今年已经走过了55个年头 创党隔年 民政党在时任党老大 敦林苍佑的带领下 成功夺下宾州政府执政权 在当时总数的24个州议席当中 拿下16席成为宾岛当时的最大党 自此之后便进入了党的辉煌时期 但在2008年的选举中 在宾州执政将近40年的民政党全军覆没 丢失州政权 从此一蹶不振 屡次尝试翻身依然无果 正逢创党55周年 现任党主席拿督刘华财 接受本台专访时承认 15年前之所以丢失州政权 是因为党内部为了高职出现纠纷 继而失去民心 吸取了过去的教训 这一次民政党与其他盟党达成一致协议 竞选期不谈各州领袖人选 以前在2008年 我们失去槟城的州政权的其中一个原因是 我们民政党的内部有一些领袖 争着当槟城的首席部长 而人民就觉得说 你州选都还没有过 你们就讲要当首席部长 你们是一定赢定的吗 你的政府一定是归于民政党的吗 所以那时候2008年 全部全金覆没我们输去了政权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问题 可是我们问题之到 过后不要再重翻 刘华才透露 民政党这一次虽然不打首掌人选牌 但也不会为了重夺曾经的堡垒 而夸下海口 而是选择十四九市 让选民看到宾州有待改进的地方 以及执意解决民生课题的决心 其实我们的策略很简单 也不需要去画大饼 因为现在人民都很痛苦 钱不够用 经济又搞不好 又没有工作 通货膨胀 马币贬治 这些人民都会感受得到的 所以我觉得只要讲事实就好了 另外在行动党执政的十五年间 作为制衡方的民政党 也不断在观察政敌的不足之处 这名国盟宾州联委会主席就表示 如果选民愿意再次相信民政党 他们将会拼尽全力解决交通堵塞 食用水不足 季节性水灾等民生课题 刘花彩也透露 民政党一直都在规划威省的发展蓝图 当中更计划将八都加湾打造成工业区 但详细计划他将会在近期内与竞选宣言 一同对外宣布 这届选举有别于以往 联邦政府与部分州政府并非同步成立 所以对民政党来说 这届选举不光只是选出代议式 更是让选民评估中央政府 执政八个月来的表现 选民究竟会如何选择 是继续支持执政15年的行动党 还是给予曾在槟城辉煌39年的民政党 再一次执政的机会难以预测 马新社电视谭祖宏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